上星期,尤华牧师继续解释12月份Webbot的内容 Webbot对地球气候及地理上的九点预测 第一,太阳对人类的影响出现Jumping Atmosphere,跳动的大气层 太阳可以令大气层极高的电离层空气往下压 令到气温罩降几十度 同样,因为气压的问题,也会突然急升温几十度 第二,一种新的光产生在3月至11月 将会取代新Disease,太阳的病这个字眼 这个可能与地球进入光子大有关 而新的光产生一些的字眼 包括出生、新的光、非常怪异及有效的医疗 如此,可能这些光线影响婴孩而产生变异 或者影响植物产生医疗作用 第三,不可靠的地池 多极化而不稳定的地池将会导致怪异的不极光和怪异的天气 甚至令到某些地区比以往更加寒冷 而这件事已经应验了 第四,尺度会被气囊打入极冷 极热的气囊会整个打入尺度 包括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 相对,这种现象导致南半球某些地方出现洪水 但是另一些地方却是因此在今年突然丰收 第五,南半球昆虫之灾 昆虫数量多得影响空中的交通 导致飞机及直升机失事 但是这种虫又不能够被人类所消灭 第六,辐射海 全球海洋辐射变得非常之严重 而且全球海洋生物亦都种了辐射毒 导致食鱼的人或者动物都会染上 虽然这些情况会被传媒否定 但是群众已经不再信任传媒了 除了福岛远导致辐射海之外 由太空、战争以来的辐射 对比起来更加严重 而且会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而环境辐射的字眼 占了webward 38%的内容 所以,2012年 人类将会经常讨论 辐射冲击、辐射海的题目 美国出现新兴航业 推销不含辐射的环境和食物 第七,北半球的夏天 某些地方会很炎热 就好像一个罩一样 遮盖北半球 包括北美、美国等的地方 这些现象导致近北的地方 出现植物、泥土燒焦的现象 而且,炎热导致南半球和尺度 出现反常的暴雨和暴雪 而且,今年出现的预风和暴风 会以打圈的方式行走 就好像一条蛇吃自己的尾巴一样 第八,今年会有新的资料证明地球扩大是真确的 就是地的断裂、桥和巨大的地块被拉断 有些城市甚至整个国家也都因为地球扩大 导致火山地裂而撤离 第九,被太阳灼伤 今年夏天 人类被太阳灼伤的程度将会更大 甚至导致基因变异及皮肤癌 植物被浪败 因为地池没有足够的强度阻隔太阳辐射 在强烈的太阳风下 人类意识及情绪都会产生波动 问题一 如果弟兄姊妹的职业是司机 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呢 答案是 在停车之后 需要下车稍作休息和乘量 能够进入商场就更加好了 因为车内产生温室效应 而且太阳光包含了很多种的光波 所以留在关掉空调的车厢 是足以令人致问的 问题二 辐射令到小昆虫的天敌灭绝加快 牧师可不可以作出一些补充呢 答案是 孤雷、海藻、植物及小昆虫等 处于食物链最低层的 受辐射影响亦都能够继续生存 但是食物链高层的动物 会因为进食而感染辐射 由于身体结构较为精密 所以较以被辐射引发癌症 破坏基因 以及不能够产生下一代 所以生物链不平衡将会导致未来的食物大量减少 单单海洋隐藏的辐射导致大量的鱼死亡 将导致全球食物减少三分之二 Webbot对UFO的七点预测 第一出现关于UFO的破坏性文件证明UFO的事实 这些资料牵涉人类的祖先 导致人民开始对外星人有所醒觉 接触外星人 而且人会以为宗教是由UFO制造出来 连锁反应引发宗教死亡的现象 所以这些文件的破坏力足以影响经济 衍生工具及社会的繁荣安定 Freemason担心 如果UFO新闻被广泛公开 他们将无法应付 第二 Freemason特别害怕2012的原因 是他们害怕世界会因为UFO的事件而失控 因为Freemason一向透过制造动乱及直传媒解读 让他们能够掌控 但是他们不能够控制UFO出现的结果 第三 一些迟早 人类没有了意识 突然沉迷了一样 甚至站在街上都不知道自己走往哪里 在今年有更清楚的解释 原因 UFO的真实 令人震撼到被客外 到一个阶段 让人觉得现实就好像虚假一样 所以 他们被客自失忆 以及不知道如何自处 而且 UFO的文件 否释太阳循环 显示一件关于太阳的恐怖事件 亦因此 很多人被吓到 而太阳的电磁风暴 亦都会影响人的思想 令到人的神经崩溃和生病 第四 一位跟外星人有关的女人 由于事件还未出现 所以只能作出估计 可能是一首歌 一位女歌手 或者是一出电影 又或者是真实的事件 当事件出现之后 会有很多人谈论 报道 Webord也都说 这个外星女人 连续到太空站 外星和人类的血统关系 统治人类 而且 和救赎 救世主有关 所以 就好像启示录的淫妇 巴比伦 第五 一种新的光 当进入人脑 就会产生 overload 超负荷的现象 导致人类基因改变 出现光子激活人 这个就好像超频导致人类诞生多一条DNA的现象 第六 思想同步 由于也是未发生过 所以 只能够理解 全球的人类 表达 想象 情绪 都是变得一致 但是Webord也都提及 这个overload的现象 会令到飞机师呆滞 失控 再加上 飞机上过万尺高空 辐射严重 所以 最好不要乘坐飞机了 第七 最后一点 分六项小点 一 外星人之战 现时海洋的变动 是与UFO有关 二 魔术海洋 这个可能与亚丁湾出现星陣之门的事件有关 三 一些农夫会拿着枪械 保护家园 对抗外星人 四 某些高官会因为大意而泄漏UFO的机密 五 宇宙增战的外星遗迹证据将会出现 六 阴谋论的证据 包括地堡和地底隧道 将会在今年出现 问题三 究竟宇宙战争的外星遗迹 是真还是假的呢 答案是 当研究火星面具的时候 已经知道火星是有生物 有文明 那里原本是神训练天使的地方 包括了祭坛及救赎计划 以西结书提及 第二 不同的变动 有预备 能够自吸自足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 有很多的地区将不会再有中央政府 第二 不同的变动 在全球发生的时候 都属于地区性 所以 不同的地区都要作出不同的预备 第三 未来三年 全球将会在危机中出现伟人 乱世出英雄的现象 第四 提到不同的记号 Marker 当看到记号 就知道要预备些什么了 第五 由于全球面对不同的时势 和不同的问题 所以 可能 你正在做的事情 并不合时意 所以 要学习不同的智慧 成为智慧人 第六 人口灭绝的真正理由 会被揭穿 一直以来 精英 以让羊群生活在矛盾的方式 不断设立问题去驾驭他们 但是精英人数少 而羊群变得聪明 所以他们干脆杀掉大部分的羊 留下最愚蠢的一群 继续被他们控制 成为奴隶 第七 地球每一个地方的危险 也都会增加 第八 唯一可以面对这些危险前路的主导 就是秘密的揭示者 第九 梦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和我们的将来 总结部分 美国政府曾经研究 公布外星人资讯的后果 他们发现 由于外星人科技 及各方面教人类先进 所以 外星人的出现 必定造成人类文明的崩溃 正如 英国到北美洲之后 土著红番的文化崩溃 香港遇到西方文化之后 旧有的文化也都会崩溃 所以 当外星人到地球的时候 人类也都会变成非人类 社会结构 宗教 科技 文化 学术 也都会消失 但是这个现象 给到我们鼓励 因为同样 石安所建立的强劲真理文化 天国文化 甚至2012信息 导致人信主之后 他们身上 醉的文化自然就消失了